在深圳吃了几个不错的餐馆 最难忘的就是这个山城小聚 现在都还很想吃 想自己吃一盘辣子鸡 我们是晚上七点半去的 前面还有五桌在排队 排队的时候可以去拿免费的猛牛小奶棒吃 吃完饭如果还有肚子的话 可以再来一个人 这就是他家的招牌 辣子肥肠虾鸡 分量真的是特别的大 这还是小份的 不知道大份的有多大 他们家鸡肉切的非常小 所以非常的入味 而且还能吃到鸡肉香 说明这鸡一定是新鲜的 这非常洗的太干净了 就剩一层皮了 还有一点淡淡的卤料香味 煮的也够软烂 我们点的是重庆辣 大概也就是中辣吧 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青麻椒 非常麻 特别过瘾 不能吃辣的话可以选深圳辣 辣子肥里面的土豆炸的特别软 筷子一夹就断了 软绵绵的土豆吸收了整盘菜的所有香味 特别好吃 这花生绝对是刚炸的 又香又酥又脆 我们都在板盘子找花生吃 辣子肌里的虾和肥肠不多 我觉得老板可以单独出一个辣子虾 也会非常火的 虾肉清甜弹嫩 肯定是新鲜的活虾才能做出这样的味道 这个猪耳朵卤香味还是不错的 就是感觉有点腻 可能是因为我们选了干碟吧 如果凉拌会好一些 口水鸡和我们以往吃过的不太一样 酱汁是比较粘稠的那种 胡辣椒很香 还带一点酸甜 鸡皮脆 鸡肉嫩 鸡骨还略带血色 火候掌握得非常好 当然啦 鸡肉里面还是黄瓜 正好也可以解解腻 这个红糖粑粑嘛 就是黄豆粉和糖浆少了一点 我们之前吃过一家 他们给了整整一碗的黄豆粉和糖浆 特别过瘾 这个葱油饼是我觉得最不值的 18块钱啊 就这么薄这么小的一个饼啊 上面的黑色粉末是花椒粉 很香很麻 就是有点腻这个饼 没想到在深圳还能喝上北冰洋 我都好几年没喝过了 还是这个玻璃瓶 还是这个包装 也还是这个味儿 麻辣之后来两口冰镇的北冰洋 真的是能从嘴里爽到心里啊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辣子鸡里的辣椒 这顿饭我们是三个人 菜点的多了 其实也不是我们点多了 是实在没想到辣子鸡能这么大一盆 没吃完的也打包了 账单菜单以及取号二维码 放在最后了 地址在视频下面 谢谢大家观看